大家好呀 今天给大家录一下我去上课的视频 今天上午刚上了一节补的课 所以下午的课是从1点到7点 有两节课都在下午 所以我现在学校已经开始线下上课了 所以需要坐车去学校上线下课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天气 天气还是很不错的 OK 那我们就学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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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最近有一点忙 期中考试加上驾照录考 所以视频又拖更了 现在期中考试也已经全部结束了 录考也考完了 我视频的更新也会恢复到正常的节奏 最近加拿大在逐步的进入后疫情阶段 解除疫情相关的限制 NYT也全面的恢复了线下课 上了两周线下课之后 我发现我还挺喜欢线下课的 比如英语课 线下上课大家可以面对面的交流 这样会方便许多 这点作用是完全替代不了的 再比如说数据结构的课 老师现在讲起来会比较方便 他可以直接写版书 很方便的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唯一不好的一点呢 就是有一些课因为线下了 所以不会有线上上课时候的那种课堂录像 有时候可能会对复习有一些影像 上周陆续有三门课开始了期中考试 整体感觉还可以 就是发现还是比较需要平时上完课之后 及时复习 及时整理笔记 因为有些课平时没有作业 一复习就发现有好的内容已经忘了 这样学习的效率可能不高 再加上老师课上讲的内容会比较多 对应到课本上可能会有几十页的内容 如果堆到一起复习压力会比较大 这次复习过程中我发现 YouTube是一个不错的学习平台 在上面一搜基本都能找到清晰明了的解释 有了这次期中考试的经验 下半学期的学习应该会顺畅许多 在恢复线下课的第一周的周五 学校开了一个party庆祝这个事情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点东西 玩玩游戏之类的 还挺有意思的 是 比较稷逐游戏之类的 对你对苗摆尸来更久 两局合次 第二周的 还是 到了 zag Infinity 第一次参加这种派对 然后我得了这个小胸针 新中学的同学也可以领到这样一个入学大礼包 里面会有一个学校的水杯 然后一个小包 这个包里面有一些创可贴纸的东西 然后还有这样一个笔记本 再就是这种挂牌 随着疫情的缓解 BC省已经开始逐步的解除新冠相关的限制 从3月11号起 BC省政府就不再强制要求大家在室内佩戴口罩了 改为鼓励佩戴 相应的学校这边也不再要求大家在教室佩戴口罩 而是看个人意愿 但是绝大部分同学都会选择戴口罩 而且学校给我们每个人也都发了这样一个快速检测的试剂盒 可以测五次 那么希望疫情可以尽快结束 大家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中 最后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给我的视频点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